過年期間不少人會跟團出國旅遊 不過大年初上去傳出有數團的參加 年代旅行社越南復國島的春節團 疑似因為旅行社和當地的接待旅行社 還有航空公司的款項爭議 導致有上百人形成受影響 更可能因此被丟包在復國島 無法搭機返台 那麼稍早我們也訪問到受影響的旅客 一家三口 來聽聽他怎麼說 黃先生一家三口參加了春節行程 控訴年代旅行社收了每個人六萬的團費 而且不含小費 但卻沒有把所有的款項 付給當地的業者 那麼旅客從落地開始 就感覺不太對勁 因為不僅飲食吃的是路邊攤 甚至還給麵包 冷食等等 還不給兒童 最後當地的導遊還宣布 要一個人補繳七百多塊美金 才能繼續接下來三天的行程 那麼黃先生和其他團員 總共十八個人 覺得不太對勁 因此在今天初三 一大早就直奔機場買機票 來返回臺灣 只要解當地有上百人 因此行程受到影響 那麼對此目前當事旅行社 目前還沒有回應 但是觀光署稍早回應說 這個旅行社跟越南當地 有數家接待的旅行社 疑似有積欠款項的糾紛 導致二月九號和十號出發的旅客 因此行程受到影響 那麼現在包括觀光署 還有這個平保協會 都持續在協調雙方 要來積極處理 並確保旅客順利返國 另外有關這個旅行社的行為 是否違反規定 觀光署也會來蒐集具體的事證 來積極調查 那把時間換給桶內 立刻下載 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